在中国讲到明心见心 大家一定会想起 慧能大死 这是个明心见心的人 我们现在需要向他学习 需要依他做榜样 为什么 现在我们想 恢复传统文化 我们都很着急 但是传统文化的老师没有了 那用什么方法呢 无私自通 要说这个路 无私自通 慧能大死表演给我们看了 他怎么通的 大臣经上讲的道理 我们必须清楚 放下就通 放下什么 放下万元 万元是什么 是知识 是分别 是妄想 大臣教理都告诉我们 于一切法 就是说 六根 解除外头六成间接 决定 没有知识 你就证 阿罗万国 为什么 清净心得到 执着是人物 心不清净 那么这种人物 佛很慈悲 真点 细说是无量无比 佛把它归纳成 是句话 这识句里面 前面五种叫见乎 后面五种叫私乎 见乎是 间接的迷惑 换一句话说 就是你看法上的任务 你看错了 似乎是你思想上的任务 这叫见识反倒 学佛首先要断 这是最前的 往后一步比一步顺 这是最容易断的 后面越来越难 那么亲命五种 这个见乎 也叫见烦恼 就是错误的间接 我们把它修正过来 有八十八种 三界九地 佛说了八十八种 八十八种归纳起来 五大类 第一个 神界 执着 神神国 所以学佛的人 一定常常想着 神不胜过 我们要一切都为这个神 这就坏了 就错了 他不胜过 他是什么 他是我所有的 就像衣服 衣服不是我 衣服是我所有的 衣服坏了 可以换一件 身体坏了 换一个身体 如果是身体是我 那我死了 不就没有了吗 怎么去投胎 投胎不是这个身体 去投胎啊 所以大家想的 灵魂 灵魂是不是我呢 可以说是无 但是不是真无 为什么呢 他不灵 说他灵魂之功为他 他迷糊电脑 说他迷魂是真确 他迷 迷而不去 所以他投胎 会去投出生 他就搞磨鬼 如果他灵的话 他决定不到这些地方去 他不到天上去 他不灵 孔子称他做游魂 说的很有道理 为什么 他动力 他不会静止 而且动态 很大 速度也很高 他投胎 不一定来生在地球上 可能到别的星球上去 你需要的速度多大 他没有障碍 他没有障碍 如果他救了 那就是真过 救了 他就回归自信了 所以 自信才是真过 我们叫做灵性 不是灵魂 灵性是真过 灵魂 是灵性在迷惑的状态 没有觉悟过来 在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也要认清楚 灵性是无 灵魂在迷 六道轮回 投胎 那是他的事情 人要是觉悟了 再不搞六道轮回 最聪明的人 就选择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们用俗话来说 这是 最有智慧的 最有福报的 做出这样的选择 这个选择并不简单 大臣教佛说 善根福德应援去除 都是过去僧众 曾经供养 无量作福 没有这样大的善根福德 他不会选这个法门 选择这个法门 也是半信半疑 他未必能往生 决定往生 一切方向决定往生 这个人 那就是得过去一切祝福加持 他这一生决定往生 道理 事实真相 我们都要知道 如果说 这个是佛讲的 这靠不住 这是宗教 那么换句话说 这个机会 你当面凑顾 到以后后悔 来不及了 神仙教会 最难的 就是信心 这是我学佛几十年了 深深体验到的 我们真正难关在哪里 信心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心的人 他的态度 完全转变 转变成什么呢 真正能够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无论在什么境远当中 顺境 逆境 向缘 卧缘 他都提升自己 那是什么 他不知足 他真能放得下 而且对一切 人事物都生出 最真诚的恭敬心 那为什么 他知道这一切法 就是发信 对发信的恭敬 就是对诸佛如来的恭敬 那个不一样啊 我们今天生在这个时代 太苦了 那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 在这个时间的时候 时间越来越短了 长寿不是好事情 受罪 你们要问我 我想什么 我想现在往事 那你摆脱这个痛苦啊 我是这么想的 佛不来接我 那不来接我的时候 我知道 我事情没办了 什么事情 为大众表发 不就为这个吗 一般人讲的人 不相信 我讲有人相信 为什么 我讲了五十五年 我学了六十多年 讲了五十五年 大家相信了 那这一段经历在啊 人相信这个 出这个我没什么息息啊 那佛留我也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不会说假话 所以你们问我什么时候往上 我不知道 要问阿弥陀佛 时候到了 他就来接我 他来接我 我马上就走 毫无流量 这个事情真正放得下了 这次有把握往上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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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